欢迎收看,我是叶峰 建议四千,刚来西班牙我就喜欢上了 女人善变嘛 不过没关系 我的人生中只要对面这个男人不变 别的怎么变都可以 之前离开马来西亚去欧洲的马尔他 我曾经计划过说 马岛只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暂居之地 毕竟这是目前英语系国家 短时间内能找到的最适合孩子 为将来在欧洲读大学的选择 但作为我们家庭日后的酒居之地 也许还可以有更多的选项和考量 于是我每年都会在各种假期之间 畅游欧洲多国 去体验民风和自己的契合度 比如这次我选择了西班牙 考虑到气候问题 打算在夏天来临之前 尽量选择南欧的国家体验一下 等真热的时候就正好避开了 首先第一天 我们就去看了皇家马德里的联赛 碰巧定到了绝佳的位置 本泽马的帽子戏法 三个球都是在我这边的半场提进的 体验着山呼海啸的激情 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毕竟从日韩世界杯开始 关注小罗纳尔多 也因为如此后来喜欢上了梅西 我几乎见证了梅西二十年来的成长 所以当梅西告别巴萨的那天 我已经不再关注巴萨的任何比赛了 我明白职业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利益之残酷 但并不打算理解某些人的愚蠢行为 因为他即便逐利 也连利益都没有留住 并且我很乐于见到 由此发生的各种惨败 以及球迷和赞助商 对俱乐部的多面夹击 万事有因果 我虽不是虔诚的佛教徒 但相信因果逻辑 可我依然会带孩子来现场看足球 只是选择从巴萨换成了黄马 这种热血的运动 很容易直接感染和激发男孩子的雄心和斗志 在最年少的青春 心中有着最崇拜向往的人 并开始因此了解了理想 激情和奋斗的意义 我认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尽管儿子在观众席喊哑了嗓子 但相对于一些年纪精精 就有一副万事与己无关的默然态度 整天沉浸在游戏和短视频里 我认为这才是少年该有的样子 再说到建筑 来到马德里 儿子长舒了一口气说 终于见到四层以上高的楼了 我不禁哑人失笑 这个从小在广煞邻历的香港长大的孩子 来到马尔他才半年 就有些似乎耐不住寂寞了 他想念的应该是更密集的人间烟火 其实作为奋斗半生的我们来说 马尔他的海滩 游艇 阳光 狂欢节 以及随处可以玄秘的古迹和传说 都是很值得我长久玩味的地方 但在小孩子看来 可能还是有点寂寞吧 只是有些求学成长阶段 能够静下来专注学习一些东西 减少诱惑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专注力对求学年龄的孩子来说 甚至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马德里的建筑有点像上海 林荫路接着林荫路 街道不见得多宽 但两侧的建筑足够有味道 加上法国梧桐和榆树的加持 一种静谧安逸的韵味就很足了 只是在这里的生活节奏 没有上海那么卷 中午12点之前 很少有店铺开门 下午还有最少三个小时的午睡时间 闲散安逸对当地人来说 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如果你住在这里 也需要理解这里的政府机构做事 拖延缓慢 甚至是各种出错 看到路边渔树 结满的渔洽 身为家庭长出的我 脑海瞬间有各种菜单闪过 我有十几种方法使用这种食材 甚至有种想要爬树的冲动 只是马德里人民不识货 还在发愁作为垃圾分类 如何清理漫天飘落的这种食材 哎 抱点天物了 若说马尔他有什么令我感到不足的 应该就是饮用水了 因为是净化海水 即便是漱口 还是有点咸味的 岛上的人们整天过着桶装水的日子 而且作为南欧的岛国 超市物价基本接近北欧 这点虽然暂时没压力 但毕竟不是优点 当我来到马德里 发现水管的水 竟然可以直接饮用 儿子甚至倒掉了买来的矿泉水 直接换上自然水再喝 说比买得好喝得多 这真是个惊喜的发现 听说只有马德里的水 是这种情况 拧开水龙头就直接喝 这是什么神仙日子 我特意上网查了马德里的水源 惊喜的发现 竟然源自城市附近 一柱无污染的高山山泉 不仅让我联想起了 中国的唐古拉山的格拉丹东 只是流经太多省份之后 变了味道 再说到治安 好吧 显然岛国马尔他又赢回一局 毕竟在马尔他偷东西 跑不远 除非你跳海 所以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 很多西班牙盗贼猖狂的视频 所以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我出门从不拿包 手机和钱卡都装在外套内兜 拉杆箱和每个背包 都有防盗钢丝锁 在乘坐火车 大巴这类需要存放箱子的时候 可以防止被人顺手牵羊 在机场吃个饭 我都会把背包拴在桌腿上 加上我对很多奢侈品 没什么大的欲望 再好的设计 如果烂大街 那就绝不是我花钱的理由 讨厌和别人雷同 这点是很多天蝎座的审美底线 也正因为如此 我在西班牙被贼盯上的概率 再次降低 不过 在最繁华的西班牙广场 也没怎么见到有人偷盗 这类的行为 反而随处可见巡逻的警察和警车 也许 马德里作为旅游城市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已经在逐渐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如今我相信 还是会有不少贼的 只是应该没有 之前网上爆出来的那种猖獗程度吧 但这种事情在自己身上 当然最好一次都不要发生 这其实是一个 很容易抬杠的话题 毕竟 联想到国内的良好治安 为什么非要出国呢 这也是很多国人退却的理由 不过 还是那句话 你想要的是什么 自由的代价 就是风险和机会并存 或者你也可以把自己 带入黑客帝国的主人公尿 面对两种颜色的药丸 你想选择哪一例呢 另外 有些文化类的东西 是需要我重新进行心理建设的 比如当街case 西班牙民风开花 无论是男男女女还是男女 花壁 纹身 鼻环 到处有 各种年龄和性别 四目相对 见出火花 下一秒 就是抱在一起 要吃掉对方 我都来不及拉住 正在翻白眼的儿子 这肯娃的思想比我还老派 毕竟我们中国人 还是欣赏那种含蓄的审美 眼神流转的心底窃喜 泛在嘴角的思思浅笑 指尖触碰的内心激荡 携手同游的幸福晨光 都在内心 逐渐像涟漪一样放开 但表面却是波澜不惊 当然 我没有任何歧视 仅仅只是文化的碰撞 我可以理解 只是更欣赏自己 沁入骨髓的传统文化 带来更有韵味的爱情体验 而且我并不想改变 记得曾经在马来西亚生活的三年 我从不用担心这点的 毕竟作为穆斯林国家 做派会比中国人更保守一些 我和自家先生在吉隆坡街头 牵手而行 还都会引来不少目光呢 回来说西班牙 我们游览了马德里 最有历史的跳蚤市场 那个三毛曾经在书中提到过的地方 只是人潮汹涌 没有了该有的节奏 还去尝试了马德里很多风味小店 这是个值得花几个月深度游的城市 街边那种最具西班牙风格的歌舞 令人坚不住想要加入其中 围观者很多人在低声应喝 一起鼓掌 音乐学院出身的我很想跟着复合节拍 内心潜台词是 我懂的 我会的 我很擅长的 但好像早就忘去了 放松的姿态应该是什么了 甚至怯懦于一起喝着节拍鼓掌 西班牙对艺术的奔放气氛 真的很有感染力 在马德里这个热情欢托的城市 总是有更多快乐的理由 让人们不思进去只想快乐 但这有什么错吗 西班牙的经济衰退是政府的财政问题 民众并没有太大压力 而我们的经济衰退 却往往是从民众财政问题开始的 所以我们更多人的幸福感总是比别人低 虽然我们的存款比很多外国人多 但焦虑感也更多 我们总是感觉钱不够花 即便今天够花 明天也会不够花 所以拼命工作 希望赚取更足够的安全感 但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卷 至于西班牙语 之前我以为如果不会说 可能寸步难行 后来才发现多虑了 随便一个咖啡馆的服务生 都会几句英语 足够应付我的基本点餐 而且和法国不同 这里的民众对于外地人 不会西班牙语这件事的宽容度 还是挺高的 我来的第一天 只会说一个单词 Glass as poor 谢谢你 没想到足够引来 对方开心的回应和鼓励 让我不想学西语的心 都有些松动了呢 我还查了西班牙当地的基础教育 关于公立学校 如果有绿卡 学费就不贵 几百欧而已 但如果是私立或者国际学校 每年几千欧到三万欧不等 总有不同教育消费的套餐 可以选择 核心区别是 英语收课 还是西班牙语收课 但个人浅见 通常在基础教育 不怎么卷的国家 大学的国际排名 总也不会太靠前 西班牙当属此类 与之对应的新加坡 虽然国土面积小 但基础教育和大学排名 显然会更诱人一些 不过 我们有选择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理由 也很简单粗暴 有素质和有文化是两回事 而文化 一定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深度有关 不论你大学的排名再靠前 或者国民素质再怎么高 只有文化底蕴 才能够让一个地方有足够的烟火气 让人们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加鲜活 有趣 后来我又从马德里坐着火车 到了巴塞罗那 某天在一家中餐厅等上菜 旁边三个中国留学生 两男一女 点了一桌子菜 却拿着手机抱着粗口 骂骂咧咧 一起正在打游戏 我不知为他们支付学费的父母 见此场景做何感想 但据说 的确有很多富二代扔掉学业 出来混吃喝的 且为数还不少 所以相比较于这种情况 马尔他因为小 中国留学生的分布和圈层气氛 相对来说比较纯粹一些 毕竟 真正的富豪 是很少会选择这么个小岛 送子女来读书的 更不会亲自陪读 去了解学校情况 学生类别 思想动向 学习进度 往往 最愿意花时间 权衡和跟进的 普遍是中产家庭 因为我们最卷 但卷这件事 有利有弊 我对卷的实时程度是 帮孩子养成足够的自控能力 能够掌控学习时间 和自我激发任何方向的兴趣 学会制定计划 并且持续执行 至于必须优秀到什么程度 无所谓 不负自己 不负时光 但不用 必须超越谁 只是 回到刚才的优劣话题 家庭对教育层级的选择 哪有什么优劣呢 只有审美和三观的不同 曾经我帮助过一个女孩子 为她提供教育资金 以及后来的工作职位 多年后 被她的母亲抱怨 说女儿本来可以安分手挤做人 而如今开了眼界 心变野了 不好掌控了 这个想法直接震碎了我的三观 我是很爱折腾 但折腾的目的是希望在孩子将来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 可以少一些顾虑 有更多的选项 却不知道 原本并不是所有父母 都这么想的 所以我感觉自己的频道开设半年始终不温不火 可能有这个原因吧 如果经常晒晒吃喝玩乐 然后再街拍出出镜 这种操作会更轻松 浏览量也会更多 但若是那样 对旁人又有什么价值呢 我是叶峰 小众频道的小众价值观 点不点赞你随便 咱们下个视频见 小众价值观